如今俄乌战场上,乌克兰已经处于被动状态,期待的美西方军事援助也是迟迟没有兑现,乌克兰弹药不足的情况已经愈发的严重,在乌克兰的前线甚至需要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去沼泽地里寻找未爆炸的炮弹,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根据4月7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有点受制于眼下的局势,成为了人质,现在乌克兰的问题被美国内政所裹挟,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美国在俄乌冲突出期。 就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军事援助更是超过了数百亿美元,但是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烧钱窟窿,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这笔资金就消耗殆尽,然而俄乌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这时候美国国会共和党内部却出现了分歧,针对援助乌克兰的草案,美国民主党主持的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该项法案,但是在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却遭到了阻碍,不少共和党议员不同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根据环球网报道,当地时间4月3日,美国共和党议员依赖克兰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转而关注如何解决冲突,克兰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资助战争,援助乌克兰的行为是荒谬的,这一做法会让美国破产,正确的做法应该推动和平谈判,克兰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不少党内人士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国内已经有不少人对援助乌克兰的行为持反对意见,两年多的俄乌战争,也让美国的资金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从刚开始的权力援助乌克兰,到现在国内反对剩一片,除了国内资金出现问题之外, 主要还是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失利,让美国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毕竟亏本的买卖谁也不想做,除了拜登政府支持向乌克兰继续提供援助以外,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也主张继续提供援助,但是他的做法引来了不少党内议员的反对,美国共和党议员唐培根3月31日表示, 如果议长迈克、约翰逊推动众议院审议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法案,他可能因保守派共和党人发起的罢免动议而遭到弹劾表决,这并不是随口说说的,目前保守派共和党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将会在众议院休会前提起罢免约翰逊的提议, 众议院4月中旬复会后将就是否弹劾约翰逊举行表决,目前共和党内的分歧十分严重,约翰逊很可能因为援助乌克兰的事情, 导致自己丢掉一掌职位,为了挽回失利的局面,约翰逊提出以借贷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通过美国没收俄罗斯资产作为补偿,或者需要拜登政府同意恢复对美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心许可证的审批,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会得到议员的支持,有议员表示,与其花费资金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为什么不用在自己国家的边境上,这样的做法只会让美国面临破产, 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美国国会有关援助乌克兰的议案通过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十分渺茫,所以乌克兰问题被美国内政裹挟的说法确实存在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带头,西方国家也不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在现实的利益面前,美国也不会傻到将保押在一个没有回报的事情上面, 乌克兰期望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希望近乎渺茫,西方其他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原先承诺的军事援助也比预定的计划延迟了好几个月,乌克兰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现在前线弹药已经严重不足,等到美西方解决国内分歧的时候,战争或许已经结束了, 毕竟俄罗斯可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国际风云变换,犹如滚滚沙场, 就在不久前,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因涉嫌在疫苗采购案中贪污受贿, 被欧洲反腐机构立案调查,指控他在决策疫苗采购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 这一罕见的舆论风暴,不仅将冯德莱恩推向了被质疑的风口浪尖, 更令乌克兰陷入了前景未卜的困境,毕竟,冯德莱恩一直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的监视后盾, 此次腐败案或将令乌克兰在欧盟援助问题上雪上加霜, 而就在此时,外界还传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将卸任的消息, 这无疑将给乌克兰带来新一轮挑战, 北约正在讨论给予乌克兰高达10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考虑到此前欧盟拨付的500优元资金, 乌克兰的经济状况确实喘息了一口气。 自欧冲突爆发以来, 欧盟和北约可谓是在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而全力以赴, 其中,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可谓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两大国际撑腰助力, 他们为拉拢国际支持, 游说各国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资金而安前马后付出了极大心血, 然而,好景不长, 这两位重要角色恐怕都将离开舞台, 留下乌克兰徘徊在未知的前景中。 根据消息, 斯托尔滕贝格已在北约秘书长的位置上延期许久, 他并不打算继续连任与此同时。 冯德莱恩虽有意竞选北约秘书长一职, 但现在看来他连欧盟主席的位置都坐不稳了, 原因是德国焦点, 周刊在4月3日爆出了一则震惊性的内幕消息, 欧洲反腐机构正在对冯德莱恩参与决策欧盟采购辉锐疫苗仪式展开腐败调查, 调查指控冯德莱恩在采购过程中存在干扰公务, 删除通信记录, 贪污受贿, 利益冲突等严重违法行为, 这一腐败丑闻绝对是一剂重磅炸弹。 不仅将令冯德莱恩身败名裂, 更可能直接葬送他未来在欧盟乃至国际舞台上的仕途, 让我们回顾一下事件起因, 2021年在新冠肆虐之际, 辉瑞率先研发出疫苗, 欧盟随即大手笔采购了9亿剂疫苗, 另外在预留9亿剂的追加购买权, 总价值高达惊人的350亿美元, 理论上这些疫苗足以让欧盟47亿人口每人接种4针, 然而现实远非如此理想, 事实上绝大多数欧洲人对于强制接种新冠疫苗都持极大质疑和排斥态度, 冯德莱恩未能充分听取成员国的意见和建议, 盲目自以为是导致了大批次疫苗在到期日前被统统销毁, 截2023年12月就白白浪费了达40亿欧元的巨资, 这笔沉默成本足以支撑一个小国家一年的财政开支, 可见, 冯德莱恩在疫苗采购决策上的官僚主义和极端无能, 已经彻底激怒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 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家更是直接以贪污受贿罪将它诉诸法律, 如今,欧盟腐败调查机构插手调查, 冯德莱恩无疑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连任欧盟主席无疑是遥遥无期, 失去冯德莱恩这一关键助力后, 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岌岌可危了, 能否继续获得欧盟的大规模资金支持, 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毕竟只有解决了财政赤字, 乌克兰才有充足的武器弹药从容应对俄军的进攻, 否则,乌克兰将陷入更加窘迫的困境, 俄冲突在乌东地区的战事胶着也将无从打破, 眼下局势已经到了事关乌克兰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 这一轰动性的腐败丑闻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认为作为欧盟的领导人, 冯德莱恩如此贪婪, 肆意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财, 实在是罪大恶极, 触目惊心, 还有网友从国际视角分析指出, 此事一旦彻底爆发, 不仅将令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节节败退, 更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动摇欧盟的内部团结, 甚至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危机, 纵观整个事件的演变, 我们不难发现, 权力的诱惑往往会让一些人陷入贪欲和贪婪的泥闹, 冯德莱恩作为欧盟最高领导人, 本应以身作则, 秉持廉洁卫攻, 却在疫苗采购过程中滥用职权, 逊私舞弊, 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玩火自焚, 如果腐败指控属实, 它不仅将失去继续执掌欧盟的机会, 更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这无疑将给乌克兰这个依赖欧盟大力资助的国家带来巨大冲击,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 这起丑闻也折射出了一些国际组织内部存在的管理缺陷和制衡缺失, 很多时候, 官僚机构缺乏高效的决策和监督机制, 加之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过于集中, 就容易滋生腐败行为, 这不仅损害了公众对组织的信任, 也可能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和错误决策, 因此, 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 健全权力运作的制衡机制, 这不仅光乎腐败问题的根治, 更是确保国际组织高效运转的关键, 此外, 在应对重大国际事务时, 各国应当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态度,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而非采取单边主义做法, 冯德莱恩在疫苗采购过程中, 未能充分听取成员国的意见, 导致大量资源被无谓浪费, 这正是一个深刻教训, 只有在遵循民主, 开放, 包容的理念下, 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凝聚共识, 化解矛盾, 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